一群尸体在夜晚漫无目的地蹦打着 活像个僵尸 直令人后背发凉 他们额头上的符咒似乎有魔力一样 冥冥之中可以规定他们行走的路线 这样的场景 在功夫大师林正英的僵尸题材的电影中经常出现 而在我国湘西剧传还存活着最后一位感尸人 电影里的感尸场景是否真实存在 这位感尸人的经历又有何神奇之处呢 一圈三连点个关注 据说湘西感尸要从很久之前说起 感尸居然和吃油有着很大的渊源 相传在几千年前的上古时代 苗族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首领 吃油 他是上古时代九黎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 为人骁勇善战 被尊称为战神 据记载他长相丑陋 与牲畜牛十分的相似 不仅如此 他还有三头六臂 铜头铁鹅 刀枪步入 曾经带领九黎氏族部 洛兴农耕 也铜铁 为中华早期的文明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体来说 虽然他的贡献很大 可他同时也是一个负面形象的代表 人们习惯性称之为魔 这样说并不是无稽之谈 因为他的野心大 心里想着将带领的部落发展壮大 这不免就经常扩展自己的疆土 延伸至其他小部落 整天带领着手下 到处仗势欺人 弄得民不聊生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他以邪恶的方式 扩大自己的地盘 毫无止境地索取 随着蚩尤内心日益的不满足 他带领部下一路杀到了 黄河流域和皇帝炎帝干上了 也就是在这场战争中 感示这个神秘的职业诞生了 由于蚩尤部队能力的有限 无法抵抗对方 最终以失败告终 战争结束时 蚩尤看着自己的部下 躺在血泊中 眼泪情不自禁地在眼眶中打转 换作是之前大大小小的战争 如此失衡遍野的场面 基本是对方军队的伤亡情况 此刻的蚩尤或许才意识到 自己曾经野蛮的侵略行为 是无法原谅的 于是他满怀悲痛的心情 对军师说道 这些战死的好兄弟 都是我们的军人 如今他们跟着我 惨死在这里 我实属不忍 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你快点做法 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回家吧 这或许就是落叶归根吧 总不至于让他们的魂魄 一直漂泊在一底 此时只见军师站在尸体中间 点燃了一道符 紧接着嘴里就孤露出了 一连串正常人听不懂的咒语 可是说来也怪 原本那些躺在地上的尸体 居然像着了魔一样 纷纷站了起来 全都跟在吃油高举的符节后面 就这样 他们被安全地送回了家乡 从那之后 赶尸数便流行起来了 经了解 吃油的军队 最后撤回了两壶流域 也就是如今的湖南湖北一带 赶尸数也逐渐开始 在两壶流域间流传 其中流传最盛的 当属湘西地区了 湘西因为地处偏远 交通堵塞 四周被群山环绕 虽然说有着清新的自然环境 这里的百姓 可以每天呼吸新鲜的空气 不免令人心旷神疑 可在当时 由于地理位置 加上土地的贫瘠 那里的人们十分的贫苦 连基本的温饱都是个问题 更别说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了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 当地人经常被迫去离家很远的四川 贵州一带地区采药打猎 以此维持生计 因采药打猎的地方 基本上没有人出没 山上布满了各类的树木 是独虫猛兽七夕的好居所 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经常一去不复返 丧命于此 湘西有个习俗 就是不管你人死在哪里 死后都要运回来安葬 可想而知 本身就是因为贫穷丢了性命 路途那么遥远 又怎么舍得花钱运回来呢 这就为了赶诗职业 创造了一个先天独到的机会 知道了赶诗书的由来 大家可能最想问的就是 真正的操作是怎样的呢 会和电视剧里面播放的一样吗 带着种种疑问 记者来到了湖南淮化指江县 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赶诗匠 据说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位赶诗人了 在记者的带领下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当地 国际和平村 然而事实却出人意料 记者四处询问下 发现居然没有居民听说过赶诗术 更别说认识赶诗匠了 我们的记者同志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认为来都来了 肯定要问出点什么 不然就白跑一趟了 在记者的不懈打听下 人们心中的希望火苗 重新被点燃起来了 有一位知情的村民告诉记者 听他爷爷说 赶诗一般在夜晚进行 这种事情不能告诉别人 一般人发现不了 但当记者问到 尸体具体怎么走时 他表示也不太清楚 他补充了一句 大概就是一蹦一蹦的吧 最后在他的告知下 记者找到了那位传说中的 真正赶诗匠田铁武 他现在担任 只将乌挪绝技表演艺术团的团长 随后记者问道 你会不会真的赶诗 他应道我会 并补充道 现在在村里弄些祭祀 和一些绝技绝活 赶诗现在已经不弄了 记者追问道 为什么呢 其中有什么缘由吗 田铁武说 现在是科技信息的时代了 那些早就被淘汰了 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可言了 满怀好奇的记者 问了田铁武 能否给我们展示一下真正的赶诗 没想到被他一口回绝了 其他的一些绝技表演 是可以使用道具的 表演起来 只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可赶诗这种表演 难道要拿真的尸体吗 这位赶诗将 虽然拒绝了为我们表演 可他私下和我们说了些 与之有关的话题 从他口中 我们得知 1939年的秋天 他爷爷田起章 带着家乡的士兵 去湖北进行抗战 结果 大多数士兵都牺牲了 面对如此悲痛的场面 他爷爷决定将这群战士带回家乡 于是就找到了自己的大儿子 也就是田铁武的大伯 田一林 就这样 大伯和其他几个巫师 便将尸体顺利赶回了湘西 由于大伯没有后人 从小就对田铁武疼爱有加 时不时地告诉他一些 有关巫术方面的事情 在大伯的影响下 加之自身的兴趣 于是便开始研究起神秘的赶诗术 在大伯有意无意的教导下 他慢慢懂得了其中的奥秘 当时还年幼的田铁武 对新鲜事物 总是充满着无限的好奇心 这也就使得他后来 在赶诗这条道路越走越远 据说 在上个世纪50年代 还有人真正看到过赶诗 1950年的秋天 两名解放军战士 在湘西地区管理治安情况 结果在路上 他们好巧不巧地遇到了一行神秘的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们决定上前一探究竟 只见这伙人依次排列 带着斗笠 穿着长袍 走路非常的怪异 为了搞清事情的真相 解放军继续在后面隐藏着 这时最前头的那个人 突然敲起了锣 那声音响彻山谷 两名战士不知道这群可疑的人 是在做什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跟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发现 他们所遇到的正是湘西赶诗队 为了解决人们心中 一直存留的问题 两位解放军战士 大胆上前仔细问了赶诗将 方才得知其中的一些规则 赶诗一般需要两个赶诗将 分别试试师傅和徒弟 当他们把所有的尸体 都依次排队后 用粗壮的竹竿穿过他们腋下 然后用草绳固定 最后在他们身上披上长袍 师徒二人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将竹竿抬起 由于竹竿是有韧性的 所以在行走的过程中 就会出现人们看到的 一蹦一跳的步伐了 自然而然的 尸体也就能够自己行走了 很显然 如果想要当巫师 必须力气要大 除此之外 还要身体好 因为赶诗通常要走几天几夜 关键是要长得丑 因为那样看起来让人害怕 更符合赶诗将的气质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他们是怎么防止尸体不腐烂的呢 这边记者找来了 当地旅游局的吴局长 他说赶诗将通过一些 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 这是湘西留下的很神秘的文化 当地盛产猪砂 而猪砂恰好能起到防腐的作用 所以赶诗将很有可能 给尸体服用了猪砂 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 将尸体身上抹上一种草药 然后进行香薰 这样也能起到预防的作用 以前在河北湘河 有位老太太死而不服 研究表明 很有可能和服用的猪砂有关 另外 吴局长还强调了 说这赶诗接业务 不是什么时候都接的 一般是秋冬两个季节 他们才出去跑业务 知道一点常识的人 都知道因为这两个季节 天气逐渐转良 尸体更容易保存 再加上一些特殊的草药 短时间内 尸体能保持不腐烂的状态 说到这 记者准备启程回去了 就在快要走的时候 田铁武居然答应了 可以上演一场赶尸体的活动 老田说 我们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演练 就当算是留下一份珍贵的影视资料吧 毕竟我也不想赶尸术 在我手里失传 为了营造赶尸的那种阴森的气氛 老田将地方选在了村里的一片小树林里 时间安排在夜深人静的夜晚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就带着各种工具上场了 第一个工具是符咒 它主要是贴在尸体的脸上 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止蚊虫的叮咬 和现在夏天人们用的蚊帐功效是一样的 第二个工具是乌七八黑的竹竿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 它是用来抬尸体的 至于为什么是黑色 原因在于不想让普通人在夜里看到 有了竹竿的支撑 尸体自然而然就能平举双手了 这里补充一点 在赶尸队里最辛苦的就是浮尸人了 因为尸体的重量 主要是靠它支撑起来的 正常情况下 浮尸人在二至三人最为合适 由于人死后 尸体会变得僵硬 所以在行走的过程中 控制好整对尸体的速度和方向 显得尤为重要 据老田介绍 一两百里的路程 赶尸人一般几天就能走完 大部分赶尸的时间 在晚上十二点半左右到凌晨四点 大概一个晚上能行驶三十多公里 突然 记者突发奇想地问了老田一个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赶尸匠 能否开展工作呢 老田也没有避讳地不说 他说了这样很残忍 一个人的话 要将尸体分开 分成一节一节的 这样可以背着走 除了头颅 四肢 其他的都用稻草代替 躯干不在了 自然就轻了很多 被之前 在尸体外面罩上宽大的长袍 戴上斗笠 因为没有竹竿的支撑 走路的时候 尸体的手是垂下来的 远远看上去 也像尸体自己在走路 只不过这种做法太残忍了 很多赶尸人都不会采用 虽然现在赶尸匠这个职业的发展 前景不好 也没有什么市场 但是老田依然在传承祖辈留下来的文化 他现在将很多绝技绝活 进行舞台化的处理 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21世纪的社会中 我们更应该相信法治 相信科学 不能迷信 湘西感是这一事件 从侧面反映了 当时人们对家乡的渴望 希望无论身处何地 死后都要回归故里 在他们眼中 家乡无论在贫穷不堪 也是他们成长的地方 对于他们来说 家乡已经不再是 一顶顶房子的象征 而是无数个零碎的回忆 拼凑而成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订阅